你要生在一个贫固家庭的时候 受很多折磨 也许会有出世的这个念头 有修道的念头 如果是有佛报赋予家庭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们要把这个四十真相看清楚 决定不能搞轮回了 来时决定不能再搞这个事情 那么真正要求往生 真正要把自己境界不断往上提升 烦恼吸气一定要断 一定要修成 这一生当中 心地亲近 心地善良 对一切人事无 不能存 丝毫怨恨 有丝毫怨恨 你就会堕落 那么来生的时候 遇到这些 冤亲带主的时候 冤冤相报 这个可怜 佛要不给我们讲 我们永远不知道 所以 真正修行 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 行为里头最重要是观念 意义的行为 我常常勉励同学 化敌为友 化怨为亲 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决定不能跟一切众生 不但是人 不可以 一切动物不可以 一切植物也不可以 不能对立 要以爱心 要以恭敬心 对人要恭敬 对事物都要恭敬 这个经上讲啊 祝上善人 聚会一处啊 我们要培养上善 培养真正的清净 上善心情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在这一生当中 一点障碍都没有 好 现在时间到了 atsa 快点 给你们立场 精彩 快点 欢连 回忆 回忆 这是 咱们